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朗普如果能够再连任四年美国总统 那一定是个非常好的事情 所以如果特朗普先生前不久刚刚访言的说 他马上要再回到白宫 我希望他变成现实 如果白宫再由特朗普先生担任四年总统的话 那个结果一定是很好的 你懂吗 特朗普为什么说要反对抵制北京冬奥会 这事让很多媒体感到很差异 这怎么回事 这老头怎么会说这样的话 大家知道美国政客多半都对 2022年加入在北京举行的冬奥会 那一定是一个美论美坏的世界冬奥奥运历史上最美的冬奥会 这件事情全大家都知道 正因为如此 美国人知道你的冬奥会办得非常之好 办得别人没法再办 所以就不想让你办 就准备捣乱 还有因为你中国生气勃勃发展 疫情以来你居然在疫情期间 你一个美丽的逆行 大的经济体当中 你经济增长最好 你太气人了 所以你要办冬奥会 我们就坚决反对 美国很多政客都是这种态度 但是特朗普他不太一样 特朗普现在其实大家都喜欢拿他开涮 其实特朗普还是有人气的 比方说6月5号 就今年6月5号 这在几天的事儿 北卡莱罗纳着举行共和党大会 他在党内人气依然很高 所以特朗普经常放狂话 也不是完全没有底气的 确实有人就喜欢特朗普 为什么 那就在另一段一期节目单说了 6月17号 他发表这个 采访他的内容发表出来之后 他公开的反对 就不赞成美国退出北京冬奥会 他说你这对运动来 语言来说是不公平的呀 诶 理由是从运动员角度提问题 美国运动员一片 乌拉 乌拉 讲得好 而且他还讲了一个原因 他说 根据他的理解 如果美国抵制这次奥运会 那么世界各国将会认为 美国是酸葡萄心理 你看特朗普 他还真是 他那个眼睛明察秋毫 他的确美国不参加 那确实容易被当成酸葡萄心理 因为美国你办一个冬奥会 你办到这种水平 你办一个 还容易 真是 所以特朗普说完了以后 很多人表示赞成 很多人说 真没想到特朗普居然能认识到这种程度 特朗普他自己说 我就是从运动员的角度和酸葡萄的角度 来反对抵制北京冬奥会 特朗普是个盲人 除了打高尔夫以外 除了做他自己的那些喜欢做的事以外 特朗普现在主要是三件事 郭德纲说 于谦喜欢三件事 哪三件事知道吗 于谦 于大爷 喜欢三件事 特朗普三件事最近忙 一叫看墙 二叫写书 三叫测智商 什么意思 看墙 看墙是看什么墙 就看美墨边境墙 特朗普上台之前 就是要建美墨边境墙 说老有人 往我们这不是好 是不是 建墙 不管多少公里长 我们建墙 拿钱 建墙 而且总统下令 必须这么干 这次他已经不是总统了 但是他跑去跟德州的州长 然后一起视察美墨边境墙 特朗普在任的时候 一直把这个边境墙说的 不得了 建了多少多少墙 其实除了修复的新建 你一共也没几公里长 但是特朗普总是把自己成绩说的很大 没有我不懂的 没有我不成的 我说要建 那没有建不成的 而且他这个人非常顽强 已经不当总统了 他还叫这个真 我跟德州州长 我们一起去 现在特朗普结束之后 特朗普的幽灵依然在美国 影响着拜登 拜登继承了美国历史上最强界 最安全 最有力的 专业的边界 然后现在他话题一转 说你看现在这么多边民在这 这么多老百姓在这 我的建议是很好的 现在都是拜登的责任 短短的几周 我不在了 这个地方就变成了美国历史上 最严重的边境危机都是因为瞌睡桥者的祸 美国政治之所以好看 就是因为他老头之间 你掐我掐 这差不多等于一个电视连续剧 而且一波就是至少四年 特朗普干的另外一件事 大家知道什么事 那就是他说他写书 特朗普说话总是那么 总是那么 大家听了以后 很震撼 特朗普说 你们将看到的不是一本书 而是万书之王 他说自己正在写一本书 他说你们看到 他说万书之王 我正在疯狂的写书 我之所以最近你们看到 我在媒体上不那么活跃了 对不对 社交媒体上不活跃 是因为从今年年初 特别是国会山暴乱事件之后 我呢就遭到脸书 Facebook的那个Facebook的封禁 现在呢 我通过自己领导的政治行动委员会 向美国公众发布信息 我本人呢 这段时间正在疯狂写书 当时机到来的时候 你们将看到万书之王 难道他写一万本书吗 美国媒体报道 特朗普声称说 有两家呢 泡来橄榄汁 有两家呢 出版商 然后呢 说总统 总统你写书 我们这发表 但总统呢 你知道特朗普是个商人 他懂得上杆子不是买卖 劝 把人给回绝了 我不想现在就做这样子交易 特朗普一直有一个把他喜欢说自己是个伟大的交易者 就是说他善于谈判 总能谈到最高的价钱 敲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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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风一般的敲诈 到最后对方决定崩溃的时候 对方以为你会让一步步 他接着来再一个极限敲诈 然后他轻轻的送动一点 对方抓住时机 然后交易做成了 特朗普他这个人确实是有意思 难怪拜登说 他是一个那个 这个有着丰富 丰富人生阅历的人 特朗普跟美国别的总统一样 反正离任了之后呢 他经历的一些事 美国的大事吗 所以呢 他就美国总统都写回忆录 而且呢 这个销量火爆是总统离任之后的一大笔 生活来源 丰厚的来源 特朗普呢 他准备出版他的自己的经历 他瞧不起那些写书 奥巴马之间那本书 他瞧不上 特朗普决定要写 就写系列的 那他说自己是万书之王 多卷本的 关于房地产的 关于商业的 还有他离开白宫之后呢 他呢 想把自己 自己当总统的经历 特别是自己和各种各样的人交往的经历 包括 那些呢 为他述书力转的记者 采访他那些东西 全部都给他弄成书 特朗普的发言人呢 叫敏勒嘛 过前不久 对这个媒体说 特朗普呢 这个 到现在为止 依然是人人都想采访的对象 敏勒说了 特朗普为主角的 总统生活的书籍 我们正在密切关注创作 你知道多少本 你猜 特朗普回忆录多少本 奥巴马一本 克林顿一本 小布什一本 特朗普上来就是三十多本 多卷本 多卷本 回忆录 神老 他说自己是万书之王 三十多本也不是万书之王 对不对 但是特朗普说话喜欢夸张 我倒是喜欢他这种表达的风格 很好玩 但是特朗普现在说最牵扯他经历的 你知道什么事 最近美国共和党参院 共和党的参院 同时也是奥巴马和特朗普的前白宫医生 这个人叫Jack 星期四致信拜登 说要求他立即提交一份认知测试 干嘛 说他们都怀疑 一直叫人瞌睡桥 一直说拜登认知水平有能力 记忆力有问题 拜登确实有的时候 说着说着就 那司马上频道 我就是我老年痴呆 我老年痴呆情况很严重 说不知道说哪去了 知道吧 最近我看老有些小视频 拜登 他80岁的老爷爷了 他有点打磕巴 然后脑子 生物电连不上 很正常 但是特朗普逼不着 特朗普 说拜登你智力测试 你见完整越来越严重了 18个月里变得更加明显了 所以特朗普拉了十多个语言联合签名 认为拜登应该去做测试 遵循前边的特朗普的先例 展示自己具有健全的心志 可以当美国总统 继续履行美国总统和美国陆海空三军总司令的职责 特朗普干嘛这么玩命 原因一 一对冤家嘛 有仇 第二 所以恨的是 特朗普在任上的时候 好多人说他精神不正常 一大堆心理学家呢 说他精神不正常 可能有认知障碍 于是对他做了测试 特朗普认为 这对我来说是奇耻大辱 你们这样侮辱我 现在瞌睡桥说话 那现在必须测试 所以特朗普也能拉来十几个议员 坚决要求给拜登做测试 你要展示 你确实是适合他美国总统 美国人民应该对他们的总统 有绝对信心 所以呢 那封信里面说了 他们应该知道 或者他们 必须知道 美国总统要履行 总统的职责 国家元首嘛 总司令的职责嘛 他应当完全透明的了解到 他们所选的领导人 智力是没有缺陷的 为了做到这一点 我们敦促你 就敦促拜登 立刻接受认知测试 我们恳请你 公布你的测试的结果 十一内加解法 做四则混合议算 做输数 还有兜兜飞 那你要兜兜飞 你这样完了 测试过不去 兜兜飞 这是正确的 兜兜飞 完了 所以呢 特朗普最近心情很好 因为老拜登瞌睡桥 终于轮到你做测试了 结果会怎么样呢 而且无论你做什么 我都会有话说 让美国人民充分了解 他的总统的智力健康状况 现在呢 特朗普先生正在努力 推动这件事 这事不是个乐子 我告诉你 这事对于拜登先生来说 确实 这智商测试是个考验 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 比如现在我要去做测试 我告诉你 一测 老年痴呆 一测 智力不行啊 智力不行 那测别人的时候 那我智力再不行 我测别人的时候 我很开心 尤其是测的是我的对手 所以特朗普现在就 呦呦呦呦呦 心情很好 国会山报道说 考虑到特朗普死前 对华的立场 就算是你现在干三件事 你们看墙 是吧 写书 然后呢 测智商 心情太好了吧 好到你支持北京冬奥会啊 这跟你以前的不太一样啊 特朗普这个人 我告诉你 他总是能够给人意外 一般人会认为 坚决反华 现在拜登你反弹不够 应该更强硬 应该坚决抵制 没想到人家话锋一转 站到运动员的立场上 站到呢 第三者的立场上 说我们不能让运动员的 白白努力 我们不能让别人感到美国有酸葡萄的心理 所以他支持北京冬奥会 这事特朗普真是特立独行 这个人太绝了 当年发动对华贸易战的时候 他如果能够听到不同的意见就好了 当年他捏造和指责 武汉什么新冠病毒 起源于实验室的时候 他如果能听见不同意见就好了 但是他玩大的 极端之词 话说后来大家也没有发现 美国总统都是这么一些主 这种脑子 怎么能干美国总统呢 有什么样的人民就选择什么样的总统 还有美国的选举政治 是总有人在后边捏过好的 后边有庞大的集团 所以美国政治人就这个样子 他怎么样 反正咱们看个乐就好了 相比之下 拜登政府当中的大部分政客 现在基本上都是 坚决反对 坚决抵制北京冬奥会 所以有人认为说 现在克朗普他之所以支持北京冬奥会 反对抵制北京冬奥会 可能 他说那两个理由 不是全部的理由 那两个理由是他找出来的 而他真实的动机就是 你拜登这么招 我就这么招 你左我就右 你上我就下 你大我就小 你支持我就反对 你反对我就支持 美国两个老头 两个老头 打起来 美国原来的国务卿 叫彭佩奥 彭佩奥他对于北京冬奥会 也说过抵制的一场 但是现在的国务卿叫布林肯 布林肯最近正式宣布 因为他在任 是美国外交界的最高的长官 他正在和盟友商议 对北京冬奥会 采取共同的行动来抵制 所以这次对北京冬奥会来说 北京方面是信心满满 国际澳洲委 对这个事情坚决支持 但是美国拉着个别的盟友 捣乱也未见得 就不能形成行动 美国众议院议长 就是那个比拜登 比特朗普年纪还大的 佩洛西 奈老太太 跟个老鹰一样的样子 他抵制北京冬奥会 以人权为理由 呼吁各国都来抵制 外交抵制 前几天我做了一期 关于黑利的节目 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 黑利 黑利 然后翻着白眼 他在美国 终于美国参议院的时候 当着70个参议员发表演讲 演讲的主题是 中国可能会侵占世界各国的领土 你这个冷战思维 这是什么虫子进脑子了 发表这种想法 他也在他的演讲当中提出来 要坚决抵制北京 2022年冬奥会 他的理由倒是一个女人 说的比较坦率的理由 她说北京08年奥运会 让北京展露头角 他们这次还准备这么做 不能给他们这个机会 就说你办得太好 我受不了 我受不了这刺激 我们外交部的发言人赵立坚 6月8号主持记者会说 中共方面坚决反对 有人美方借人权问题 发起抵制北京冬奥会的任何倡议 赵立坚还说了 说是体育运动政治化 有没有奥林匹克宪章精神 损害的是各国运动员的利益和 奥林匹克事业 包括许多国家政策奥会 以及国际奥会在内的国际社会 都反对这种做法 美国不应该这么做 有关方面应该立即停止 借奥林匹克运动会搞政治操弄 不要站在各国运动员和冬奥会运动爱好者的对立面去 美国的奥林匹克和残疾人奥林匹克委员会 负责人在跟美国国会的一封信当中 敦促国会 什么态度 说你们不要抵制奥运会 美国奥林匹克运动会和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 都反对美国政客搞这种政治操弄 那冬奥会会不会如期举办 肯定如期举办 美国抵制有效没效 肯定没效 这事看得清楚 但是特朗普支持 会不会给我们的冬奥会加分呢 加分加不了 但是特朗普倒是让我们的刮目相看 这老头有意思 这老头老推陈出新 这老头回忆录写30本 这老头到了美墨边境墙 然后就把责任都推给拜登 这个老头现在测试拜登的智商 这个老头现在开始支持 北京冬奥会 哎呀 世界上的事总是那么有趣 特朗普其实还会有什么有意思的事 最近我见了一个记者 是一个老朋友 他干了很多年新闻了 我说你现在干嘛去了 他说自己弄了一条事 我说你怎么不干了 他说现在特朗普也不干总统了 新闻也没什么意思了 我前两天在天津刚刚见他 有意思 特朗普这个人他不干总统之后 是让我们少了很多乐 那怎么办呀 特朗普的乐少了 那你就抽时间看看 司马南频道呗 一级三连 感谢收看 再见